由台湾国际狮子会300C3区和彰化石工所共同主办的采接嘉年华 星期日在彰化火车站前举行 吸引了来自各界团体参加 流行队伍中还有格外引人注目的500人天国乐团 带您到现场去看看 踩着整齐的步伐 迎面来的是绅士浩大的天国乐团 蓝白相间的服装在游行队伍中显得格外亮眼 吸引民众驻足观赏 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天国乐团那个 太精彩了 真的 他们的真是浩大 然后整个表演非常的整齐 非常棒 我们的采接有很多团队 包括乐团队 一些文化团队 大家都一起来参加 让我们中华市充满了非常活力和食材 尤其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华轮功 这团能说特别非常服装 和整个气息非常好 让我们中华市民眼睛为之一亮 除了乐团 还有古婚礼以及小朋友的森巴舞表演 特别的 还有这十台超级古董金龟车 出现在队伍之中格外吸睛 金龟车越来越少了嘛 我们现在都要出来办活动 出来捞一捞 这样才会有意义 透过采接嘉年华 结合各种文化团体 顺势推展彰化市在地美食和观光 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彰化市 新唐雅电视叶锡红台湾彰化报道 特别嚇唬雅电视叶锅 第二 专利 证明 二位